各位好,我是杨顾问 如何利用手机注册ChatGPT 我们在前面单元已经介绍过 而ChatGPT目前并没有APP 可是每次我要登录ChatGPT 我还必须知道网址 我哪记得了那么多呢?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 在桌面上产生一个图示 而这个图示本身就是ChatGPT的网址 点一下就进来了 我再去登录 是不是快多了 也不必去记ChatGPT的网址 可以的 怎么做呢? 如果你在LINE的聊天 收到人家告知ChatGPT的网址 在这里 我点一下是不是进入到ChatGPT 我希望把ChatGPT这个网站呢 变成一个图示 所以你就选择右下角的三个点 点下去的时候呢 出现在浏览器中开启 你选这个 选在浏览器开启之后呢 它就出现这个画面 我们选择分享 分享之后出现这个画面呢 你可以移动卷轴往上 您就会发现到加入主画面 这个按键 你点下去 这里是它的名称 如果您要修改 就可以去修改 点一下去修改 您不用修改 直接选新增就OK了 这时候您就会发现到 在您的手机的桌面 的主画面里头 就会看到这个图示了 而后 你只要点这个图示 就出现ChatGPT了 我们操作示范一下 在Line的聊天里头 已经有人把 ChatGPT的网址给你了 那你直接选这个网址 点下去 就发现到 进入到ChatGPT了 可是我需要把这个网址呢 盯选到我的手机主画面 所以我选择 这点点点这边 点一下 就出现了 在浏览器中开启 我选择在浏览器中开启 选好之后 接下来下方有个分享 我选择分享 分享可以到别的APP 可是我这里头呢 你要往上移动 有没有看到一个 加到主画面 我就选加到主画面 加到主画面的名称 你可以去修改 我不修改 直接就选择右上角的新增 你在桌面就多了一个图示 这个图示你只要点进去 就进入到OpenAIChatGPT了 本单元介绍你将ChatGPT的网站 盯选到手机的主画面 形成手机桌面的一个捷径 而后你只要点这个捷径 就相当于到这个ChatGPT的网站就出来了 本单元到此告一段落 祝各位学习愉快 拜拜